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本不能接近身份高贵的美家 多年以后孩子们都长大了 吃碎城也即将迎来德川将军的巡视 机梁藩主也会随德川将军一起到吃碎城比武 前夜为恭迎将军跑去扫荡城外的野兽 魁随之出战 可是谁也没想到六野兽非常厉害 军队里只有武士安野和魁追得上他 安野不敌怪兽差点被杀 魁亲尽全力打死怪兽救了他 可是安野却认为自己被禁名所救 是种耻辱 两人正对峙 前夜感到他还以为安野杀了怪物 兴高采烈地拉着安野回城 落在后面的魁则看到了一只一桶狐狸 德川将军来的那一夜 守在暗处的魁注意到一个女子也是一桶 他马上意识到这女子是女巫 魁把这事报告给武士总管大师 可惜大师并没有重视 之后在武士比赛的前一刻 代表吃碎上场的安野就被狐狸附体了 魁只能穿上武士服替他比赛 谁知半路魁的头盔被打落 记名身份暴露 德川将军下令杀掉魁 每家一着急就冲过去救人 前夜也跟着下跪求情 魁最终被免掉死罪 却被狠狠揍了一顿 谁都不知道 狐狸正是脊梁藩主的小妾美月 他们二人计划着夺取赤穗成 美月当晚还跑去给前夜下了骨 控制他的神志 让他去自杀吉良 德川将军正好看到了一切 前夜最终喊怨自尽 离开了他热爱的赤穗城 事后德川把赤穗交给了吉良 为了安抚赤穗人 他还命美家扶桑一年后 与吉良联姻 之后他又把大使贬为狼人 还命他不得复仇 德川将军走后 会被吉良当奴隶给卖了 大使也被扔到了警令 大使再出来 也是一年以后 眼瞅着美家的扶桑器要到 大使决定为藩主报仇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跑去奴隶场 救出了奎 两人在碰面 大使终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由于对奎的偏见 他们李狐狸却害死了藩主 之后大使又召集起 其余四十多名赤穗武士 大家一起发誓 为藩主沉冤昭雪 大使安排人打探吉良的行踪后 就跑去找武器了 然而整个藩城都被吉良控制 浪人们根本找不到剑 奎告诉大使 天狗森林里就有 自己的武术和法术 也是守灵人教的 可是拿剑必须通过守灵人的考验 到达天狗森林后 奎只带了大使敬礼 他提醒大使 无论如何不要拔剑 之后大使就看到了幻象 安夜他们跑了进来 被守灵人一个一个杀死 大使的手紧紧握着剑 始终没动 最后幻象散去 留在地上的是无间不摧的利剑 大使得知 其良会在大婚前祭祖 便跑去祖坟暗杀 可谁都没想到 这是吉良的圈套 等在那里的只有狐狸美月 不过在奎法术的掩护下 他们瞒过美月 活着逃回了家 大使很泄气 奎却说 吉良应该已经以为 他们都死了 现在最大的优势 就是出奇制胜 让人们重拾信息 一个个按下手印 签下生死状 开始准备 最后一次不愁 这次他们伪装成 吉良大婚表演的艺人 成功混进了吃碎城 吉良沉醉在大婚的喜悦里 根本没发现 浪人们已经潜入 然而就在大使 跳着舞举着剑 准备四项吉良的时候 撩台上的一个守卫 发现不对 射了他一箭 浪人暴露 吉良拉着美加就跑 而美加也认出了 打斗中的奎 于是他拿出 藏在袖口的匕首 摆脱吉良的控制 跑去找奎 然而两人还没高兴一会儿 就被美月盯上了 美月化成妖龙 与奎缠斗 可是奎的功力太高 美月只能偷袭 站在一边的美加 结果被奎一剑 盯在地上而死 另一边大使也找到了 吉良杀死了他 他拎着吉良的脑袋 向浪人们宣告 大仇终于得报 然而每个人的心情 都很沉重 等待他们的 还有德川将军的审判 大使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只请求能死得有尊严 德川将军被大家的忠意感动 他恢复了浪人们的武士身份 还允许他们为前眼番主殉道 樱花树下 武士们像番主一样 穿上了白衣 奎和美加深深地望着对方 他们知道 下一世 他们依旧等着对方 四十七浪人就这样离开了 然而终于成存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